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各位菩萨 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在听法 我们会知道各式各样的法 也就是说 了解一切法 善法 恶法 种种的是非 道德 从这一切法当中 我们了知之后 我们平除掉恶法 恶法就是会轻损到别人 或是其他的众生 让他们不舒服 乃至生命丧失 这些都属于恶法 那从这恶法的平除之后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听法要知道 是要学佛 所以有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乃是没有意义的修行 那我们都会把它排除掉 所以听法它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走向圣道 去入涅槃 那我们在佛法的一切功德 通通是由听闻而来的 原因在这里 因为你走向圣道 所以我们听闻正法 如法修行的走向圣道 就能够跟佛陀一样 最终的走向涅槃寂静 那所听的这个法要从哪边来 要去什么地方听 龙树菩萨他有讲到 我们听法有三处可以闻法 第一个就是从佛闻法 也就是说佛式的时候听闻佛法 或是佛国的时候 往生佛国时听闻佛法 那我们的释迦如来 涅槃以后 就只能从佛弟子那边闻法了 虽然现在还有十方诸佛在说法 比如说东方有药师佛 西方有阿弥陀佛 南方北方十方各有佛在说法 但是对于现在我们在说佛世界的众生 我们要持善法修到某一种程度 或是禅定修到某一种程度 我们才有办法到佛国 再来就是我们的愿力信心跟佛相应 除了这三个条件之外 就是善法修足禅定的能力 以及我们的愿力跟信心能够往生佛国 那我们在这里听佛说法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从佛文法这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从佛所说的教法记载下来的经典 从经典来文法 那从经典来文法 从以前翻译到现在的书 乃至白话的文字也很多 是很方便 乃至现在有电脑可以看 很多的精本垂手可得 不用像以前一样 一套大当金要二三十箱 找又不好找 字又小 现在有电脑版可以看 比较方便 而且攜带容易 查询也容易 所以我们从经典文法 现在来讲是福报很大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看得懂吗 看得能够做吗 如果看错了 就是经典意思看错了 那照着去做 那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那这样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从佛陀那边听法 或是从经典那边读经 看经像文法 这两个方式在我们目前来讲 一个是要精进的修行 一个是要懂得古文的造诣 乃至你能够好好的去研读它 特别的花时间去研读 所以这个听法 龙树菩萨讲的第三个地方 就是从佛地址那边去闻法 也就是说去清净善知识 那我们从佛地址那边闻法 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讨论 现场可以纠正 不懂可以发问 从善知识那边 佛地址那边重点在这里 那善知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为善知识 那善知识在佛经里面 它有一节定义 就是说它能够化导众生 令得见佛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妙法梁花经 《庄与王品》里面说的文句 全文是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善知识它的重点就是 让众生能够见佛 还有发菩提心 这两个 所以善知识它跟朋友有点差别 朋友的话它知见广伯 可是它不一定会让你觉悟 觉悟就等于是见佛了 但是它也不见得会让你发菩提心 它可能是好朋友这样子而已 所以善知识我们从心来出发的话 才有可能觉悟 也就是所谓的见佛 如果我们从心出发的话 就是从菩提心出发 从菩提心出发这样子 就是跟佛相应 那这样子就可以进佛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进佛了 这是善知识的第一个方式 那善知识呢 我们也不能光看经典或是思维 这样子一定会有善知识 像刚刚所说的 你看经要是看的意思看不对了 或是看不懂了 或是用猜了 那这样子也是会有点问题 所以这个善知识 是要从我们的修行的功德 来去做调整 所以《法源经》的入法戒品 善材同时它参了五十几参 五十三参 在这五十参参里面 有出家人 有在家人 有菩萨 有凡夫 这些人乃是天上的天人 他们不管用哪一种的面貌出现 哪一种的姿态出现 他都能够引导其他的人 舍恶修善 入于佛道 那这些五十参参的善知识 通通是我们去亲近的对象 我们对善知识的认知 也不能说就把它当成一般朋友 那在《杂汗经》里面 有提到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有一次 佛陀他住在社会国 几树几孤独园的时候 有一个天子 非常的庄严 在后夜的时候来到佛所 他满身的声光顶礼佛主 退坐一面 这时候他说 也就是他问佛 他说了一个记字 他说 何等人能为远由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居家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通财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后世善知识 他就问了这四种善知识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善知识 世尊以记答约就跟他讲 商人之导师游行善知识 真详贤良期居家善知识 中亲相习近通财善知识 自所修功德后世善知识 那这个天人他来问说 我们出门在外 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我们善知识 佛头的跟他讲了 商人是我们的导师 他可以当善知识 为什么 因为商人他到处经商旅游 知道哪里有财富 哪里有风景 乃是哪里有询问处 哪里有资料 他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出门在外 这些人 都是我们善知识 比如说我在问路 我到店家去问 他们就是商人 我在路上 有人在做生意或者开车 他们也是商人 你跟他问路 问当地事情 他们大概都知道 那这些善知识 是他省掉你许多的烦恼 省掉你许多的忌憤 你不用去找东找西 不晓得去哪边找 问东问西 也不晓得要问谁 就问当地人 这些做生意的 这些在做商业活动的 他们有很多的讯息可以提供给你 那这些都可以做我们的善知识 那在居家呢 佛陀说 真享贤良妻是居家的善知识 就是贤慧性情温和的妻子 他是我们居家的善知识 当一个人他出门在外 他舟车劳顿 背经辛苦 回到家里面 他的妻子 准备了很好的食物 准备了很好的一个居所 让他可以回来休息 可以受用 那这个善知识 他就照顾到我们的身心 让你有一个欺席安止的地方 所以佛陀说 这个居家善知识 是真享贤良妻 那什么样的善知识 是通才善知识 佛陀说 就是中亲相惜敬 中亲就是指 我们的亲朋好友 大家兴趣好的 可以在一起的 相惜敬就是说 我们同行 或是同事 或是同业这一些 我们大家 不管是兴趣 或是技能 或是这个 你的知识水平 知识专业相同的 这些都是我们善知识 因为他在我们的事业上 在我们的种种的事物上 他都能够跟我们 好好的来做相处 好好的来一起创业 所以这是我们的通才善知识 那最后一个善知识 是后世善知识 佛陀说这是自所修功德 后世的善知识 就是说我们心有正知 有正见 有正念 我们要调心调成这样子 当你的心修行调到聚正知 正见正念 那你的后世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也就是说这个正知正见正念 它是随着我们到处去的 它不会因为这一生走了 中心也没有了 妻子也没有了 商人也没有了 不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天人 他问了这四种善知识 佛陀就跟他回答 那这四种善知识 听了之后 天子说 这个婆罗门得到涅槃 一切部位都过 永超施恩爱 他说他才看到这个佛陀 听到佛陀这么说 他心里很激进 没有什么恐怖 他闻佛所说 欢喜随喜 棘手佛主 寂寞不见 然后他就走了 那由这个天人 他来问佛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平常有师长在教导我们 是我们的善知识 有亲朋好友来规劝我们 是我们的善知识 但是我们在路上 比如说现在在捷衣里面 不可以吃东西 不可以喝水 当你拿个水杯要喝的时候 有人看了你一下 你就知道我不能喝水 这个也是善知识 这就是我们的远游善知识 他让我们不会去换这个世间法 让我们不造恶 那是我们从书本上 看到一些历史上的知识 历史上的伟人 坏人 那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他在警惕我们 他在警惕我们 他在教导我们 他在教导我们 从他的经历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好做 什么是不好做 那是我们书本上 看到好话 我们给他赞叹 看到好话 我们给他传播 让大家能够分享 来提升心灵的进化 那这一些书本上的知识 这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所以善知识 他在心里面来讲 他是从菩提心出发 让我们能够走上圣道 去觉悟见佛的一个善知识 那这个善知识 他是我们外出参学自修的一个功德 就是一个调整心态的功德 那这个功德最后呢 他需要调整到正见 正知跟正念 让我们能够跟佛相应 去向佛道 所以这个善知识 这样看起来 他好像都是在帮我们 那我们本身对于善知识 我们不能用这个外向 或是所谓的欢喜不欢喜来应对他 那如果说我们对善知识 比如刚刚就有些商人 如果他长得不好 你又不好问他 那就是你的损失了 如果说有其他的人 他在路上能够帮你 你因为这个原因 那你就损失 没有善知识帮忙 所以在这个经典上 他有一个菩萨 他就这个经理让我们知道 不能够以貌取人 他经典上有一个菩萨叫善信菩萨 他在没有佛法的时候 他想要寻求正法 找了很久 空中有人跟他讲 你往东方去一彎游巡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善助 那时候如来出现 但是已经灭渡了 那现在是相法 但是衰微的时候 有一个女众 她生得很难看 然后为世间的人所讨厌 但是她好像知道一个记者 你可以去问她 她可能可以解答 你想要所求的正法 那这个善信菩萨就往东去了 去了走到一个河边 所以她是泥巴很浓的 就是烂泥巴那种河 浅浅的 可是烂泥很多 也没办法游泳的 脚踩下去就整只不见了 那种烂泥巴 但是鸟也飞不过去 为什么 很宽 所以她在这个路程当中 又因为她的手脚受伤 那个外伤内伤 种种骨折这些 所以到这里来 她想碰到这一条河怎么办 要怎么过去 因为身体有受伤 所以她就赶快 从东方那边走 然后她就不管了 就直接走下去了 她决定要走了 就是淹死她也不管了 反正她要求法 她就跳到河里面去的时候 那河因为她的善心 然后分出一条小路 非常的清洁 非常的直 直通对岸 然后她就沿着这个小路 过河去了 然后到那个国家去 那在这个国家叫善助成 她在那里 看不到佛陀 向法的时候又听不到佛法 她就在那里到处找 到处哀嚎 有谁可以跟她讲 那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女人 她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屋子里面 人家都很讨厌 不想去亲近她的 当她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就跟空中跟她讲她声音一样 所以她很恭敬的 看她好像佛一样 然后绽缝礼拜围绕赞叹 杨寝这个女人 以为大师 宴垂教士得罪神行 希望她能够提供她教法的修行 她希望在这里求得解答 那这个女人说 诸佛妙法无量无宾 我之所闻唯一半计 若一闻之 金兵说之 那这个向法之中 佛媚度很久了 我所知道的 也是只有佛法当中的一点点 如果你只要听的话 我是知道半计 我就说给你听 那这三星菩萨就很高兴 合掌恭听 那女人就跟她讲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这个三星菩萨听到这个话 身心清凉 诸根几净 自然调福 她在心里面送喜思维奇异 直到她通了 然后她获得神通 就飞回到她本国去弘扬这个既旨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然后用这个功德 她以佛法当中得坚固性 因为她本身按照佛陀所说的教法去修 而且思维贯通再去弘法 所以当时众谋都规划 没有这个对佛法有信心的人 在常在生死 她为众生故 开示此行令而奉行 所以这个善心菩萨 在当代因为没有佛在世的时候 也没有佛法 她就以这个佛际 来为众生开示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修行 所以我们这个善知识 到目前来讲 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能够帮助我们真上菩萨道的 那我们这个善知识 重新出发 要能够见佛 要能够布上真道 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萨心 那从自修这个功德 我们可以到处参 有四种善知识 商人 贤妻 还有忠心 以及自己调心的功德 那这些在善性菩萨的实践上 他也都得到一个证明 我们只要对于正法有信心 想要去修行 这个善知识 他都会跟我们讲 那俗话有一句话 台湾话 麦麦阿贝 没有一坦 就是再怎么插的马 他后脚踢了也会把人踢死 麦麦阿贝 没有一坦 他踢的是很有力的 所以我们把善知识的视线 不能把它归类为好人 这个好人坏人 是我们去分的 而且这个很主观 对我有用处也是好人 对我有损害也是坏人 大概都会这样分 再来就是道德上的分 好人坏人 以道德来分 再来就法律上来分 好人坏人 所以我们一般 好人坏人我们在面对 都是以自己主观 但是这个主观来分的话 你对于善知识 可能就会漏失 会错失掉 好像提伯达多 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他都是陷害佛陀的 他让佛陀修行有障碍 让佛陀弘法度众有障碍 可是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说 提伯达多是他的善知识 是他的逆真上演 过去他在求大法的时候 虽然做世间上的国王 不贪无欲乐 但是他因为想求大法 所以他敲钟 告示四方 说谁有大法可以教我了 为我解说了 我愿意当他的奴仆 那时候有一个阿斯仙人 为他宣讲妙法联华经 这个阿斯仙人就是提伯达多 佛陀说提伯达多 因为为他讲解妙法联华经 为他的善知识 所以成就了佛陀的波罗蜜 慈悲喜舍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还有指摩金色身 十利 事无所谓 四色法 十八不共神通道理 而成正诀 所以佛陀知道提伯达多 是善知识 为他授记 说提伯达多 以后无量解当得成佛 叫做天王如来 那这是在妙法联华经提伯达多品里面所记载的 也就是说这个善知识 他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就这么一辈子 这么一辈子 就好像我们人把生活看成今天一天 跟明天没有关系 今天一天跟前天没有关系 不要这样看 佛陀教我们看的世间上的时间是 现在开始进未来记 我们要怎么看 现在开始回溯到过去 我们要怎么看 这是业力的因缘果报问题 不是我们把时间分断的问题 我们人就是因为要好记忆 好记载 好表达 像昨天所说我们的是 紫色的方式 是明年失色的方式 所以我们有白天晚上 像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现在是白天 欧美是晚上 这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人要分 所以要讲才知道 就把时间分成24小时 南半球 北半球 东方 西方 这个方位什么都把它分出来 那在修行过程当中 就不能这样分 你这样分的话 今天跟明天没有关系 明天跟后天又没关系 哪是今天跟前天也没关系 甚至早上下午也没关系 不能这样分 所以在过去提伯达多 经典看到很多都是为佛的障碍 可是佛陀在法华经里面 他直接就讲 提伯达多教他妙法联华经 为他讲解 那时候他身为国王还是不懂佛法 所以在这个修行行程上 顺缘我们欢喜可以好好的接受 逆缘我们也不要去排斥 就像刚刚所说的 好的坏的基于哪个辩论 对我有好处或是损害于我的 有好处的我说他是好的 损害于我的我就说他是坏的 那这是很主观的 我们修行要把这个主观 也就是说 一切法把它排除掉 排除掉哪里 不执着 因为是我执在执着一切法 一切法本来就在那里 但是我们要排除的是 执着一切法的我执 所以这个时间上的看法 他对我们人事上的应对 他就是有这种影响 那就是我们人在明言施色上面 对于这些假设的法 他有这种问题存在 那提伯达多他会障碍佛 像以前所说的提伯达多推大石头 要去把佛压死 这也是佛陀以前造的业 他把他地底杀死了 从山上丢石头把它压扁 他的业也是说是自作自受 所以对于这个二元来了 我们不见得说他就是凭空跑出来 他都是有因缘果报 所以佛陀这个实际上观念 让我们很清楚可以从因缘果报来看 不要去看今天明天后天 然后一天一天不一样 其实我们心都一样 只是被分开而已 所以在这个善知识我们重新出发 还有从这个境界的历练 然后再从这个逆真上元将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 山河大地 自然界的花草 朝阳 和风 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参学的一个对象 那以前苏东坡有一个记者 他就讲的还不错 说佛陀的声音 说法的声音 好像大自然潺潺的水流声 他从来没有间断 佛陀的法声就很像清清的山木 清净的法声 他一直存在在那边 只是我们不晓得 佛陀的妙记 他传递妙地 我们如果能够了佛的真理 能够疼惜爱惜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上报四从恩 下祭山土虎来报佛恩 他这个记者他写得很好 而且他对佛的敬仰修行 他也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善知识这一方面 我们从心出发 从境界去结缘出发 从逆障缘 逆真上缘 来去感受 然后感受到 我们整个大自然 这个人生的生活环境 这些环境在我们来说 他都是善知识 只要你懂得用心 只要你孕育去参 只要你不被障碍所困 那你可以好好的 在这个修行道上 直往圣道去 所以我们对于善知识的一些功德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了解 善知识他刚刚所说的 他能够让我们见佛 发阿尿 多罗三马三菩提心 也就是说他可以增进我们的修行 在圣道上的修行 所以这个善知识 我们认知应该把它当成是朋友吗 不是 那在毗那爷杂事部阿难有 有这么讲过一句话 他说 我们修行人 因为善有的力量 能够承办 因为我们得到善有的原因 能够远离掉恶有 因为如此 所以善知识是我们的半犯恨 这是我们的半犯恨的朋友 那佛多说 阿难陀你不能这样讲 讲什么 讲说善知识是半犯恨 为什么呢 佛多说善知识是全犯恨 因为善知识是全犯恨 由此能够离开恶知识 不造诸恶 当修众善 存于清白 具足圆满犯恨之相 善知识是全犯恨的 他能够帮助我们圆满犯恨之相 也是这个因缘 你如果得到善知识的这个伴侣 不管你是同住乃至自虐盘的时候 无事不办 所以叫做全犯恨 他不是说有些事他不能帮你 当然指的是修行事情 所以在这个善知识的看法 我们要成就佛道 佛头在这个经讲得很清楚 从我们跟善知识同住或是同行 这段时间到涅槃式通通可以成就 那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学佛修行要成就佛道 大概就有几个圆 有慈戒亲近 衣服俱足 饮食俱足 前居庆处 亲近的地方 习诸原物 敬善知识 那其中这三知识 他对我们主动的修行 是很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各位在善知识这方面 应该多用点心去了解 那善知识他的功德到底有哪些 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那米勒菩萨在《大圣经庄严论》里面讲 我们一个修行人应该要依止的善知识 他具足的十种德相 他分成了两个 第一个是善知识应该自己具有的德恨 第二个是善知识应该具有的设受他的德恨 那第一个善知识应该具有的德恨 那分了三种 第一种是戒定慧三件事情 第二种是调心 这是他的功德增上 还有具精勤的力量 第三种他对于教法的通达 他能够多稳 他能够就是我们中国在讲的开悟 他达实性 第二个三知识能够设受他的德恨 是善巧说 说法善巧 不会颠倒 悲悯说他让听法的人有希望 他可以好好的修行 然后他说法不厌倦 不会说 讲不听 讲不会 讲不来 厌烦 讨厌 离弃 他不会这样子的 这是弥勒菩萨在大圣经庄言论说的 十种善知识的功德 这叫大圣的善知识 那这个善知识 戒定慧三学 就是一般我们大家 基本上都会来去做一个修行的指标 那这个戒定慧三学 它主要就是说能够相应 我们一个慈戒亲近的人 他会调伏 调伏的意思就是诸根柔软 就是身心洁净 诸根柔软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三规一在讲的 五分法身当中的戒 他的身立于 言立于 由他的心立于 就是我们戒体去引发出来 调伏我们的身心 所以这五根会调伏 原因在这里 那第二个就是极境 就是定相应 我们以戒为基础的话 我们的修行 就是我们的内设 会在律于上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戒体 这个律于 它让我们知道三规一 让我们知道五戒 让我们知道八戒怎么去行持 依着这个戒的戒文 戒条在现实状况上 我们懂得知进退 那身心极境的系念在这里 那这叫定相应 也就是极境 所以这个调伏跟极境这两个 如果是以戒为基础的话 我们持戒清静 就是指身心调柔 身心内设 举止安详 让人家看了有信心 知道这是在修行 也就是举手头主都在修行 那极极境呢 就是他在这一方面 没有什么疑惑 他知道这是走到圣道上面 必须要做着内心相色 他就是跟这个会相应 他吸掉烦恼 那这是善知智 他本身需要具备戒定会三学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第二个的调心 就是他的功德真相 还有具备金情不屑的力量 那这个功德真相就是 他三学能够继续在增上 他在戒定会三学能够相应调柔身心 然后在修定上继续的深入 定的深入让修观能够再明晰再清楚 让你能够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很清楚的知道你应该依止什么来做 这样不会乱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具有精进的力量 会再继续的精进 利益自己 利益其他人 不会倦怠 所以在这个精进力上 指的就是你在戒定会的条楼 五根的条楼 然后由五根的条楼成为五根立的真相 我们五根有根立 心经念定会 会再继续的真相 有这方面去 那第三个就是教父老跟达师性 这两个就是 一个是多文 听文教法多文 第二个叫通达教理 他能够证悟 那在这两个方面呢 就是说你在调心的过程当中 你的官慧能够继续帮你多文 所以这个文法 他不是我们初学在文法 在修 修得多深入 一样都是在文法 所以这个教父老 有很多没有听过的 我们会继续的听文 听文的我们会再把它思维贯通 来达到证悟融通 那这是善知识 他所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戒定会三学 第二个是调心 也就是戒定会的真相 第三个是多文 然后证悟 那这三个呢 另一遍就是 调服 即进 即即进 得胜 具精勤 教父老 达实性 这是善知识 应该具备的自己的一个功德相 那善知识 有了这些功德相之后 他设受弟子 设受学生 他就有三种 第一种是善巧说 他知道该跟学生弟子 说什么法 让他明白 让他能够排除障碍 可以去向圣道无碍 不会颠倒 这是善巧说 第二个是悲悯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弟子或是学生 他知道要怎么跟他讲 要提起他对法的要义 对法的应学心 对法的信心 让他有希望 他很慈悲的 让他知道怎么去修 怎么去走 而且也让他知道 什么事情不要做 就是教授 教诫 跟他讲 什么要做 就是教授 教诫就是什么不要做 他很清楚的 很慈悲的 和缓 种种的口气 让他明白 让学生弟子可以 有的依稀可以做 那燕里就是 他对于这个学生的完美 或是愚痴 或是高傲 我慢 他一样 他不离不弃 他就是种种的教法 种种的方式的视线 让他去了解到这些 如何修行走上圣道 所以这个三知识 自己应该具备的功德 界定位三学的真相 调心 界定位三学的真相之后 再继续的文法 修行 然后来达到证悟 这些功德其实就是要 传给学生弟子的内容 那他透过善巧说 透过悲鸣的说法教导 透过不离不弃的 不厌离的教导 让他 让这个弟子能够 也朝着善知识这方面去学 那这一些 其实就是佛陀他的修行过程 他自己讲出来 让我们慢慢去疑寻去做的 这是善知识应该具有的 这十个功德 那我们 善知识跟我们讲很多 听了也很多 那要怎么办 有经典有讲说 诸佛非以水几罪 非以守除众生苦 非以至正以余者 是法性地令解脱 就是说 经上在讲佛陀 他不是用法水帮我们众生把罪业洗干净 不是 要把这个罪洗干净的 是众生要自己去忏悔 自己要去止息恶业 不要造恶业 自己要去止息烦恼 不要在烦恼当中打滚 再造恶业 这些都要自己做了 那诸佛他也不是用他的手 来除掉众生的苦 你在这边受苦了 我把你弄到别的地方去不受苦 他不这样做 我好像穆建年他要救世家族 佛陀再度上挡了军队 那挡了没办法了 让军队过去了 那穆建年用神通把世家族 通通撞到部落里面带走了 带走要让他晃出来的时候 通通变血水了 通通死了 也就是说你在怎么样的有神通 对众生的业力 也需要自己去排除 所以佛陀他也不用手 来帮你把这个业苦 祸苦 种种的痛苦排除掉 都要自己来 佛陀他也不会说 我现在证悟了圆满了 那我分一点给你 或是我让你也跟我一样一起证悟 分给你 没办法 你这个证悟这件事情 通通要靠自己来 也是要你自己去做 他跟我们讲什么 他只是说 让你知道法怎么样去修行 让你知道法的地史在哪里 你去观察 然后让你自己去熄灭烦恼 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戒定慧三学 你要调伏 用戒来调伏身心 你要极静 用定来相应 相内设 要极极静 透过你的内心内设 然后来调伏自己来除祸 这都是靠自己来的 所以这个善知识具有的功德 他就是在教你这一些 那这一些五根的调和之后 对于善知识所产生的性静念定慧 那这个功德继续的增上修行 那在这个精静力上 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那我们再透过这一些文法 来达到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知道 这个听文在更增上去震入一切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这个达实性也可以做到 那就是透过善知识的善巧说 还有悲悯及不厌离不离弃 不厌俊的说法教导 来让我们达到这个修行的声道 那这样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 就是道天禅师他在大卫禅师门下 他参禅 参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没办法参入入道 有一天 那个大卫禅师就派他去拜访 眼光一位大德送信给他 那道天想这么远 我这入途当中来回我就不用修了 所以他不想去 他就推迟 可是他的同参呢 有一个叫中原禅师就呵斥他 哪有出门就不能够修了 到处那边可以修 我跟你一起去 他就说不要推迟 我跟你一起去 那所以道天禅师就不得已 就跟中原禅师两个一起走 走啦走啦 那道天禅师就向中原禅师说 同学我参禅师在没有办法 要静静的 这样路途奔波我真的是没办法参 只能在路上这样跑跑浪为体力 一说着说着又是流泪又是叹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以禅相应 才能够正悟佛道 那这中原禅师这个同禅也很好 不能这样好的啦 从现在开始 只要我可以帮你做的事 我一定帮你做 你就品足杂物 习珠原物 什么都不要做 可是有五件事我帮不上忙 你必须要自己做 道天禅师就问说哪五件事 中原禅师说第一件事吃饭 因为我吃饭你不能饱 我没办法帮你吃 所以吃饭你要自己吃 好吃饭自己吃 第二件事穿衣服 因为我穿的衣服暖和了 你不会暖和 天冷的你要自己穿 要穿什么你自己穿 好穿衣服自己穿 第三件事拉死 上厕所要拉死 我自己去 你也自己去 我没办法带你去 好啦 那拉死自己去 第四件事 撒尿 你要撒尿 你要自己去 我没有办法帮你 那这个也好 撒尿当然自己去 第二件事走路 我走你不能动 所以我也不能带你走 也没办法背着你走 所以你只能够自己走 好走路就自己走 那中原禅师跟他讲 这五件事情 就是吃饭 穿衣服 拉死 撒尿 走路 你自己来 其他我可以帮你 那道天禅师一听 诶 我生活上就是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其他事 他听了有点开悟的样子 就跟中原禅师道谢 谢谢他的指导 那中原禅师听了就 那你明白了 我可以回去 你自己去送信吧 那这个道天禅师 他就自己去了 中原禅师就回去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修道 什么都要自己来 你如果说依靠别人 别人没办法带你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什么事情 你从头开始也要走第一步 你要到山顶也要从山底开始 老老实实的就跟着善之士 好好的这样修行 那圣道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那这个善之士 我们今天大概 善之士 我们这一次大概就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敌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素食一词 虽源于中国佛教 史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 若沿用素食 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 1. 素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 2. 许多人 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 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享用不是来自宅杀动物的食物 素食的定义 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如骨麦 蔬菜 水果等 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 汤汁 萃取物 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素食食品 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牛黄 虎骨 熊胆 象牙 鸟皮油 摄香 鱼油 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 屠宅业 非素食餐饮业 养殖业 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 素食 不吃肉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 2. 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 3. 奶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 4. 奶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使用奶类、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医院及供应蛋奶素 5. 佛教素食 在这些食物中的食物上 在这些食物上是不食肉、蛋、奶之外 也不吃的葱、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 例如蛋、奶 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 1. 严格素食 是指全素食 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 2. 不严格素食 是指奶、蛋素食 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我们怎么说 我带这个面子 要等一口 可以聞きます 这个面子